首映里学说泰语,多位明星前来应援,王一博在泰国掀起热潮 王一博在泰国火红无比,机场街机的粉丝人数超过1000人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登上了当地的热搜榜 电影首映里现场人山人海,多位泰国明星前来应援并合影 王一博在泰国的人气持续攀升,引起了泰国娱乐界和粉丝的疯狂关注 他的到访迅速在泰国媒体上引发热议,成为了热搜榜的热门话题 超过1000名热情的粉丝在机场聚集,热烈欢迎王一博的到来 他们的热情和人声鼎沸,让整个机场立刻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次热烈首映里,现场的粉丝早早就到达,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在海外的人气 此外,许多泰国明星也前来应援,包括知名的泰国武术明星托尼甲和艺人 Tnoravit,他们与王一博合影留念 在现场,王一博学了一句泰语,就是非常棒 他不仅用这句话赞扬了道场的观众,也顺带赞扬了自己的作品 首映里上,当主持人问到王一博与陈硕的不同之处时 他如实回答说,他们都热爱街舞,都得到家人的支持 但不同的是,他们的舞蹈类型不一样,生活的经历也不同 首映里结束后,我们惊喜地发现,泰国武术明星托尼甲到场应援 还带着印有泰国赞助商的横幅,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 以前,王一博曾经随UNIQ组合首次来到泰国,然后跟随天天向上节目来泰国录制 还在托尼甲的蜡像前留影合照过,没想到多年后,他们再度同框 我们只能感叹,王一博继续红下去,让更多人看到你,走出国门 带着优秀的作品让全世界都看到,让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首映里上,还有泰国艺人Pong,人称小面包,他非常喜欢王一博 这源于他对王一博的街舞的喜爱 这次他出席首映里,更是兴奋地发文说,晒出了现场的画面 很多人鼓励他,让他大胆去和王一博合影 网络上的网友真的要笑死人了,他们把王一博各种可爱的画面都截图保存下来 分享出来,让大家一度以为走错了地方 现场王一博鸣嘴笑,害羞的样子,比比皆是 首映里现场外,观众如潮涌,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电影热烈在泰国引起了热潮,王一博的出色表演更是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他独特的魅力再次征服了泰国观众的心 王一博此次访问泰国,不仅展示了他的新作热烈,更展示了他的独特魅力和超高的人气 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 作为一名年轻的艺人,王一博以他的才华和实力赢得了全球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他的作品和街舞的专业性,为他在全球打开了新的大门 王一博在泰国的行程可以说是一场娱乐盛宴 他的魅力和实力再次得到了证实 为国人争光的同时,也值得我们全力支持热烈正在全球上映 我们国内的观众也应该一起支持 王一博在泰国掀起热潮,首映里学说泰语,多位明星前来应援这个标题充分表达了王一博在泰国的人气与影响力 此次的泰国之行,无论是从媒体的热烈报道,还是从粉丝们的热情应援,都足以证明王一博在泰国的巨大人气 首映里上的泰语学习,更是展示了王一博的职业素养与尊重他人的态度 他尝试用泰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这种跨越语言障碍的努力,无疑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喜爱 多位明星前来应援,也体现了王一博在娱乐圈的影响力 他的专业素养,魅力以及才华,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各位老师,请 Line rare 明星前来宝货 请订阅